今天我们来开KS上面订的18XX系列的游戏 这还是二合一版 分别是1861跟1867整合在一起 盒子上已经个人写上了这个时长 3到6个玩家180分钟到360分钟 360分钟就是6小时 按照我们以往的考量 一般来说盒子上的时长都是虚报的 只能比这个长的系列 那么我们来看看 这个18XX也是我们比较喜欢的一个系列游戏 是一个大坑 它下面应该还是两个 因为它是两个版本 所以背面是两个信息 里面这边有一摞钱 钱就不用开了 因为所有玩18XX系列的玩家都会有一套筹码 这个纸币就只能是新入坑的话用一用 基本上我都会推荐你去搞一套筹码 一大袋的收纳 一堆木箭 大家进去看 一个小白白的木箭 这边这个应该是公司的板子 这边应该是玩家小抄之类的吧 好像这两个都是 毕竟是二合一嘛 两套股票 一个说明 这才是快速说明 哦这个熟悉的味道 熟悉的18XX的规则书 18XX这个规则书一直都被人吐槽的 就是都写的不咋地 这个只是快速开始 这边才是它真正的规则 跟一些详解 就非常的有说明书的架势 买回来远远不会看的电器说明书那种感觉 那我有点好奇 它是两个一起讲吗 还是说分开讲 1867是加拿大 1861是这边这个标记 黄眼还行 没有那么厚 哦 要做了工作上线了 两张贴纸 这还有1233步 教你如何去贴贴纸 所以这一堆木箭 就要给它全部贴上 听起来就是一个 非常耗时的一个火 好的 18xx系列的这些 六边形的铁路版图 熟悉的味道 一般来说 它每一个18xx系列的游戏 它都会有特殊的规则 大的框架里面一些小变种 这个样子 可能就跟发电一样 你稍微改一点规则 玩起来整个感觉都很不一样 然后刚刚看的是其中一面 因为它是二合一的版本 可能一面是给加拿大 另外一面就是给这个 另外那边到底是哪 是不是德国 俄罗斯 这个看另外一面 反正就是这种朴素的感觉 这边下面应该是银行 火车 板子 俄罗斯 加拿大 还有这个令人恐惧的股票市场 其实还好 股票涨就往右移 到头了就往上移 股票跌就是 好像是往左吧 到头了再往左就往下移 然后你在不同颜色的区域的股票 还会有一定的这个技能 好像在这种比较使的区域的股票 可以额外多买几张的 轻仓大甩卖 反面是另外一个股票市场 这个我倒是没有见过 一数条一数条 这个我得看完硅子我才知道 这边还有这个 revenue tracker 这应该是分红 美国人可能算数不经那种 你可以看得到分红怎么分 应该是这个样子吧 好的继续往下看 我们到了这个双面的火车版图 这个火车版图看起来还可以 这一面是1861俄罗斯铁路的版图 这边是1867加拿大版图 反正18XX系列的重开性是没得说的 可以一直重玩的游戏 这就是版图 然后就在这上面拼铁路 赚钱分红这么个游戏 分红里面还有这个股票的机制 非常精髓 下面呢 它这有一个这样的坑位可以把它拉出来 这个是这个版本买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吧 就有个收纳 就是这个三层的火车版图收纳 就是把这些版图放起来之后 一般来说你这个sellout就很麻烦 你要找不同的这个版图嘛 这个里面的话它给了你这种三个这种收纳 然后有三个盖子 把这版图收纳好了之后 就可以一口气全都拿出来了 它现在是这样插在一起 按板按完之后它那个空间就变大了 你就可以把它三个叠在一起 到时候玩的话你就打开 开箱即玩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拉进来看这些配件 反正嘛 配件也不多 就是这些个东西 看这个两个股票 先看这个加拿大的股票 一张是10% 哇 它这个为什么还是这么混乱的这个拍法 我新开出来就要铝牌了 这还有这个private company 起始的小公司 一开始是私有公司 然后每个人可以拍一个起始公司 一般都还会有技能 买了大公司之后 可以大公司里面再套小公司 反正就是非常写实的一个股票系统 非常多的那种操作的空间 但是就是门槛比较高 另外一个私人公司 然后另外一个私人公司 有很多那种小规则 推荐大家入门从1830 这两个股份就是大股东 私人公司 然后这样 我真的不是很懂为什么新的牌 它要给我洗的这么乱 一般来说它这个18XX系列的这些铁路公司 都不是乱编的 可能都是真的那种铁路公司 好的 那么这个股票就分完了 等等 这还有一摞 所以它这些公司 难道是通用的吗 你有看到这边 还有加拿大的股票 这几个是啥 然后这些才是俄罗斯股票 那么这一摞 就给它装袋装起来 刚刚这些个公司呢 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这个公司板块 就是这个游戏们公司是公司的钱 然后自己的钱是自己的钱 最后公司赚的钱再多 都跟你自己个人没有关系 如何把这个公司掏空 就是一门学问 背面就是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公司板块 也合理啊 因为这个东西你很少会翻过来 因为上面一般都会压好那些钱 所以就是等于是一个板块这样子 那这个的话 看起来有点像是玩家的小超纸 有这个不同的火车头卖多少钱 因为随着这个时代的推进 你这个旧的火车要更新的 最原始的火车 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强 然后这些火车就会淘汰掉 然后这边都是各种的小超信息 各种不同的地形 是要花多少点数去建 这边是这个股票轮跟操作轮的这个小超 就一般来说这个18XX系列 都是分为股票轮跟操作轮 股票轮是买股票 操作轮就是去跑火车 这个后面就是同样是小超纸 但就是俄罗斯的版图了 这可能另外一种公司吗 这边是俄罗斯的 但是反面也是加拿大的 但是如果这个也是公司板块的话 它之前那个是为什么呢 难道这个游戏有一个新的机制吗 那这两个的区别在哪里 好多这个公司 难道是小公司跟大公司吗 对 minor company跟major company 这是大公司这是小公司 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剩下的还有就是刚刚这个另外一罗牌嘛 这个是火车牌 不同的火车 你要去买 然后价钱还不一样 然后这个应该就是另外这个股票 哦 它这个股票还真是双面的 我的天 就是刚刚这个股票 它一面是俄罗斯 一面是加拿大 这个就可能有点混乱了 这个玩的时候容易看错 继续这些火车牌 358 它这个数字应该是 每一颗火车可以跑多少个站 每过一个站的话你会有钱收嘛 这个就是股票牌 哇这个好乱 火车牌 股票牌 火车 它所有的牌都是双面的 你只要这一面没放对的话 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误导性 只能是靠它这个画风很大的不一样来区别 但它这个画风其实又没有很大的不一样 它只有这边有小小的标记 这边写的是俄罗斯版 这个是加拿大版 同样是4号火车 同样是350块 是不是其实它的信息没有差很多 如果是这样的话倒是问题不大 但这些股票牌的话 我觉得也是会容易混淆 那这些股票牌我还得放到这里面去 下次我再慢慢分吧 然后这边是火车牌 然后最后我没有看的就是这些木箭 就有个白的这个标记的木箭 这些反正肯定就是跟每个公司相关的嘛 这些木片不同颜色的 到时候我要看的公民书给它把这个贴纸贴上 而且它这个还得正反对上 正面是1861的 反面是1867的 还怎么可能得小心翼翼的去贴 行吧 之前1830里面的版本就是那种摁板 摁出来就好了 那么这个是一个升级键 就变成了木头 在木头之后你还要自己去贴贴纸 工作量有点大 反正大家看见全是这个圆片就好了 它就是厚一点的圆片 因为每个公司你在自己的公司上 还有在地图跟火车站上你要标出来 在股票市场上你也得标出来 所以就需要这么几个标识 然后这边有个这个熊 估计是手玩家标识什么的 还有两个大的圆柱体 都不知道是什么 反正到时候要去贴 那么这样的话这个1861和1867的混合版 开箱就开完了 那这个收纳的话 到时候我收纳好了会拍照 放在这个视频的尾部 然后玩了也会第一时间在咱里面聊 但是我觉得在可疑圈的未来 可能都还不会玩 所以大家要等一等 那么敬请期待 我们在咱里面见吧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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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